好 我來看到科學人臉書 在去年9月刊登了一則 農委會的一個廣告 內容寫著說 奇怪 明明政府已經同意開放萊豬 為何國內還禁用萊克多巴胺呢 答案永遠只有一個 萊豬不好吃 這個貼文貼出之後 更指出說加了萊克多巴胺 可以增加收益又環保 為什麼還禁用呢 當然是為了保有台灣豬的競爭優勢 也讓消費者多一種選擇 因為這個廣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彈 科學人緊急發出了 道歉啟示的回應 而蔡政府遭到質疑說 就是編了預算來養網軍 監察院現在完成調查報告出爐了 結果就發現 是農委會對廣告刊登的過程 有嚴重的疏漏 最近幾年 海數度以加強文宣為由 要求動用行政院的第二預備金 行政院養素珍昌好幾次都指示說 要用農損基金來做 萊豬進口政策的宣傳 違反了基金設立的使用 包含了江啟臣就認為說 難道假訊息不用懲處嗎 這些難道是不用提糾正案嗎 看到還有是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應美國總統拜登之前 美國參議員陶德 跟兩位前常務副國務卿 在昨天抵達了台灣 要訪問三天的時間 這是拜登政府 在派了訪問團的首發團 總統表示說 拜登上任不到三個月 就派遣了 具有代表性的訪問團來台 顯示是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堅若磐石 也傳達了美國跨黨派對台灣的支持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的 來到台灣幾天的時間 他們的行程表 包含了今天早上會在總統府 見蔡英文應該是目前的這個時候了 然後中的時候跟武昭縣無辯 然後下午的時候 會到行政院見蘇貞昌 接下來再回到 蔡英文總統的官邸 設宴款待 16號就會離台 但是同一個時間 也就是昨天深夜 美國切項特使凱瑞 他也抵達了上海東郊賓館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所謂訪華的美方高級的官員 看到這個對照圖 一個是陶德來到台灣 另外一個是凱瑞 到了大陸去 這時他將會跟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 來討論美中氣候合作的 一個新的機制 所以我們看到說 拜登在同一個時間 他分派了兩個團到了兩岸 一個是具有官方身分的 氣候變遷的特使 這是另外是一個 前國務卿凱瑞 一邊只是多年來好友 就是前參議員陶德 這種兩邊都堅固的感覺 不刺激 不冷落另外一方的外交手腕 所以有人覺得說 跟川普的方法是很不一樣 看起來拜登是比較老練一點 好 部分看到陶德訪台 共軍也開始在廣東沿海 實彈演軍六天的時間 好 時間包含了 從4月15號到4月20號 另外還有一方面是 在4月13號到4月17號 兩邊實彈射擊演習 包含看到除了外交的方面之外 共軍還是持續的老台 美國前參議員陶德剛下飛機 就和外交部長型手肘里 陶德擔任36年的國會議員 長期和拜登共識 拜登曾稱陶德是他最好的朋友 這次打著拜登親友團的名號 旋風來台和蔡政府會面 外交部說這代表台美關係 減弱磐石 但在一黨說背後的代價是什麼 叫我們小聲一點 我們好好去吃萊豬 賣一些我們不想要的武器 我們擔心又有什麼樣的利益交換 比如說到現在為止 美豬沒有進來 陶德可能第一個 push這個 第二個可能不許基礎食品 第三個 push一些藥品 陶德放台一再強調是非官方行程 但大陸宣布15號起 要送實彈演習給台灣 就在同時間拜登也派了 前國務卿凱瑞出訪大陸 拜登兩面討好 有人勸台灣不要太自嗨 不要有太多期待 因為美國已經自己設了 兩個關卡在那裡 一個是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是非官方的關係 一個美國的政策 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很擔心 就是美國玩兩面的手法 一面跟中國談 一面跟台灣談 然後最後從台灣 讓台灣去買了一些什麼東西 陳花天價買美方軍購 立委陳踢報不僅如此 蔡政府還花千億 台幣搞原外 政府給了誰用在哪卻說不出來 為什麼不應該給我們這些細節呢 我想我們可以討論看看 因為這個部分 什麼叫做討論看看 你們今天來這裡做專案報告 不就是應該要把更細部的資料 提供給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難道細部資料不應該公開嗎 有這麼樣的秘密嗎 陶的旋風訪台兩天 有沒有政治交換不知道 台灣實質利益還沒看到 唯一確定的是 大陸五天的實彈演習 衝著台灣而來 記者林欣賢 徐國豪 台北報導